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是FM89.7 民生自书 现在说今天的节目是民报之声 民报自书 拜一到拜六 晚上九点九十点 在这里给大家慕目 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大家好 我是民报南部特派员陈俊廷 现在过年期间 这个我们高雄很老烈 但是我听说 很多人都要去台南新村 要去什么新村 其实我想问局长得对 给局长来给我们介绍台南怎么玩 这过年期间 我们百忙中 要特别去封闻 我们台南市观光旅游局的局长 王时思 王时思 那不是过去我们高雄市 新闻处的处 新闻处的局长 曼帝允说现在 奇怪的说 新闻处长 都觉得很有亲切感 有我们招媒体的人 王时思 他这个格雄市 新闻处的 新闻处的局长 过来台南市 做这个 研考会主委 说现在 研考会主委 并招亲会 我过去 主席是没有东西 现在变成 王时思 你做新闻处的局长 不是 我还说 我们的局长 我说不行 我说太多了 我说太多了 我们就有王时思 王局长 来给我们介绍 我们台南怎么玩呢 各位明白 大家好 我是王时思 台南的管理局局长 那过年的大家都很开心 在这里先跟大家拜年 新的洋年 就是洋洋得意 喜气洋洋 然后 欢迎大家过年都来台南玩 台南大概是台湾最有 过年气氛的一个城市 那所以呢 来台南有几件事可以做 第一个 来台南如果来府城市去的话 大概都知道台南最有名的就是小吃 然后就是我们的巷弄 尤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都在台南创业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小小的 不管是咖啡厅文创店 大概看到台南的巷子 不要怕迷路 勇敢走进去 在那里面都会有一些发现 但是也要跟大家说 因为我们台南真的过年是有人很多 不但是外地来玩的 然后本来返乡的 台南的 不管是台南的女婿 然后台南的家庭 媳妇什么 全部都回来了 所以在台南的市区最适合的方式 大概就是走路 走路 走路 不要开车 踩踩不会被塞车塞到 因为那个我们乎乘这 没说很多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开车的话 很快就会都会塞车 所以在这里享受城市 这些巷弄里面寻宝的乐趣 我可以跟各位打包票 我从台湾南走到北 没有一个地方像台南这样 可以在巷弄里面有这么多的发现 有这么多值得留恋 有这么多值得开发的事情 那另外就是除了在府城这一区之外 那现在我们合并会也是大台南 所以台南可以在春节做的活动变得非常的多 那我自己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活动 也请各位一定要拨时间去看看的 就是月经港的灯节 那个灯节真的是跟大家想了 那个元宵节都不一样 我们想说元宵节就人很闹 客人很多人来 然后就是摊饭小吃 不一样 我们台南的月经港灯节 是透过我们一整个月经的港 过去月经是个港 现在是一个湖 所以就是一府二路三蒙甲 就是月经 月经港就是月亮的月 那个津津有味的津 那我们每年就会在月经港办一个灯节 那灯节怎么做呢 他其实是邀请国际的跟本地的艺术家 在我们的湖面上做灯的艺术创作 所以来这边会看到你在别的地方 绝对看不到的那种艺术文化的表演 是用灯光来展现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浪漫 我都一直跟人家说如果 你有有人想要求婚啊 还是有人想叫女朋友啊 一定要把他带来这里 带到这里看到这种浪漫的气氛 那个夜晚的情境 还有那种充满了文化艺术的气息 你问他什么他都会说yes 所以这个景点去大家订阅 真是很漂亮的地方 你台湾族结婚是不会这样做的 可以跟老婆来个二度蜜月啊 来约会啊 而且月经又有在盐水嘛 月经港就在盐水区 那盐水当然有在地的小吃等等 而且其实不是只有这个月经港 这个湖面上整个灯光艺术展演 这些就是有好几公顷的一个表演之外呢 其实在这整个盐水区呢 我们都用他复旧 所以他附近有非常多的老的巷子 像里面的易银巷啊 这些巷子里面呢 我们也都隐藏了很多艺术的创作 然后也是一样欢迎大家哦 就是把车停下来用走路的来欣赏 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景观 你在这边可以逗留整整一天的时间 就是小朋友或者是全家人来都非常的适合 都有适合不同的旅游的方式 那在这里一样 我们在过年的期间 其实这里都非常多人 那在地的商家也在过年的期间 都很热心的继续营业 所以都欢迎大家来吃下我们的盐水意面啊 我们的滴桃榜啊 然后看我们的文化艺术的登记的展演 那这些体验大概都是在别的县市 所没有办法体会到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风景区里面 我们还有一些天然的风景区 就是如果呢 过年吃烧饭吃到一会儿 要出来走走消耗一下热量的时候 我们有好几个风景区 我们很有名的就是胡托坪 那因为台南也是虎头皮 台南因为也是一个 我们说是台湾的粮仓之一啊 我们整个云嘉南就是台湾主要的生产地 所以有很多的皮糖 那虎头皮呢 也是其中一个最大的皮糖 那在虎头皮里面的整个很多人 本来就是会利用这个虎头皮去晨跑啦 运动 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玩的地方 然后在虎头皮里面见走啊 虎头皮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啊 划船啊等等 都可以在虎头皮这里来进行 那类似虎头皮的还包括我们德渊皮 德渊皮就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有一个 有一个风车很有名的地方 就是有远远就可以看到一个荷兰风车 那个就是德渊皮 那那里呢 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除了我们在那边都有办活动 我刚刚露了讲 像虎头皮、德渊皮 我们在那边都有办活动 所以你去那边啊 都会遇到那个吉祥物啦 给你合照啦 现场也有一些装具 今天有办活动了 有办活动 还有抽奖 最好还可以抽到平板电脑 哦 真好 所以呢 你都可以去这几个园区里面玩 那如果像在德渊皮呢 就不要忘记去旁边的老牛之家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那句子很可怜 是啊 但是在台南的老牛退休不可怜 我们给他安置了一个很好的安养环境 就是他这一生都很辛苦都在工作 那他老了就来到我们的老牛之家 就有人给他洗澡啊 给他喂草啊 每天带他出去曬曬太阳 散散步 啊回来再带他回来住啊 所以老牛之家呢 就有好几只在台南退役的这些老牛 那这些老牛的故事都很感人哦 他们的主人 有的也已经是退休的农夫 但是他们还会定期就是会来看他们 跟他们陪伴他们工作一生 这些老牛 像他的同伴 像他的工作伙伴一样 陪他一辈子 那所以旁边就有老牛之家 那在德圆皮很有名的就是 因为我们这是 德圆皮因为在流营嘛 那流营是产牛奶畜牧月的胜地 那所以去到这里呢 我们的冰淇淋也好啦 这种乳制品啊 蛋卷啊都非常的好吃 所以去到德圆皮的时候 也可以来享受 这些好吃的食物 尤其如果你们全家大小出来 可以考虑啦 在德圆皮露营一个晚上 德圆皮那里 有非常棒的营地 还有烤肉区 还有县城都准备好考虑 这都穿便便啦 你只要来 登记好露营地 就可以在那边享受一天 那我想大家过年 通常都是在家里看电视啦 那像这种比较健康的 喝家欢的旅游的方式啊 其实就很适合 大家一起来 这市長都不再说下去 这次 市长都不说下去 他都不说下去 他才说百花季 跟月经党 还有一些 不说下去 德圆皮 德圆皮啦 这种皮糖算是台南的一个特色 现在都整理得很漂亮 而且因为过年嘛 所以我们里面都有摆很多羊啊 你可以去那里面 寻找我们羊啊 拍照上传 还可以参加抽奖啊 那也有那个洗羊羊的 那些大的玩偶 会去跟大家回照 就会有小朋友 对小朋友也很高兴 那像虎头皮 还有真的羊 所以小朋友如果没有看过羊 他要去喂 虎头皮也真的羊 有真的羊 在春节期间可以去喂 这样也不用去亲近啦 不用跟他亲在一起 我亲近就很耶 我们都用冰冬到台南一时而已 一时就够了 对啊 所以很适合来这边从事这样的活动 那甚至我们在今年有一个新的景点 这个大家应该都还不太熟悉 也没什么人知道的 就是你再往台南 再往北一点点 来到我们的冰海 雙春冰海油气区 我说他为什么是新的景点 他2月15号才开幕 那在这里有什么稀罕的事情呢 在那里第一个他有一个非常棒的海滩 那那个海滩 我们要经营成就是一个浪漫的海岛会议 新开幕 新开幕 2月15号 15号才开幕 2月15号就是过年前才刚开幕 才刚开幕 所以 因为还在市营院 所以市营也没有收门票 这是私人景点 私人景 私人景 然后什么时候来呢 我觉得最美的时候就是看夕阳的时候 早一点下午来等着看夕阳 那要去哪里啊 双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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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春冰海 双春 他叫双春 双就是双双对对 双春节的春 双春冰海 那里现在也不用门票 那里有什么很稀奇的 我自己看的很感动 你不会想到 台湾有这么美这么美的红树林 红树林 红树林 它的红树林不是说你只能看 我们有组了一个木栈道 你可以走在红树林的里面 所以有一个很长的步道 你可以沿着那个步道走 然后你的两边 红树林就像那个 就像绿色隧道一样包围着 你的人就是走在那些红树林里面 那保存的非常的完整 也非常的美丽 那里也有很多生态的导览 所以如果对生态有兴趣也可以在那里欣赏 那不过那里另外还有就是得天独厚的海边 它有一个非常宽的一个沙滩 那沙滩上很适合看着日落 跟心爱的人家人 有些小朋友很爱玩沙 那你的沙很美丽很细 那个沙很幼的 你知道玩沙要沙细才会漂亮太好玩 那双春的那边的沙非常美丽 那是对一窟啊 那个在偏北边 在本门将军那个地方 那没看到新闻又有什么呢 温哥秘密市营运 秘密市营运 秘密市营运 所以听这种朋友第一次听到 因为我们还在市营运 还没有收门票 所以我们只是想说让大家去看看 因为我自己当然已经去看过了 就觉得哇 原来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所以有局长 王局长说的 绝对是很好 是啊 一定要抽时间去看看 是啊 这局长老太可能不知道要做户籍 你也要这样 我不跟我乱说 不过我在台南很欢迎 这家市营运是很好玩 很漂亮 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我很幸运 我很幸运回来台南找新闻 你说海南吃三餐你就很幸运 对啊 对啊 所以刚刚我都没有特别介绍 但是我想所有的人不需要我介绍 就知道了就是台南的小吃 那安平当然不用说 已经非常的有名 但是在台南就是过年的期间一样 就是如果你在家里吃的还没有太称 还有空间可以装新的食物的话 欢迎来台南吃小吃 我们在安平区中西区 甚至现在东区北区都已经有非常 有更多的小吃的业者的投入 那台南小吃大家也知道都很道地了 而且不过真的大家早点安排台南的行程 那吃饱来台南走走非常欢迎 因为据我所知如果你现在才开始规划 有一点晚 因为我昨天问我们的旅馆 早就客满了 已经到出事都没有房间 对啊 所以搁留了别人 你都爱来 因为你只要当天开回车 开车回家就好了 对啊对啊 外地比较远的 如果没有地方住的话 这个时候要找一个大的地方 真的很困难 找不到啦 现在找不到 有啊 现在都要用特权 不是特权嘛 特权就只有有那个 RU的那个录影包 你看有可怜吗 特权可怜 来我家住的办公室 住在办公室里面看有没有可能 所以整个台南大概 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经验 大概都有不同的活动 对 然后还有一个很在台南 自己对在地人来说 比较常在春节做的事情 就是去庙里祈福 那对 那大家知道台南有超过2000座的庙宇 所以来台南祈福是还蛮兴盛的事情 台南自己在地人在大过年初一的时候 也都会去上香祈福 那所以如果有要 有特别有宗教信仰的 希望可以祈福求一年的平安 顺利的人 买带来台南的庙里面走走行春 那在庙宇中的行春 也是台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项目 我们好几座大庙 不管是我们在市区的这些 如果我们天后宫、天坛 或者是像丹坤生 大概听众朋友都应该会非常熟悉 有人有多 是 是 但是人家座才会熟悉 是 但是那要交通 好像说是虎头皮 是 虎头皮 座火车到晚上就坐公车 我们现在有公车 顺便行销一下 现在台南有公车 那在过去 因为现在还没有合并 所以没有一个一致的公车 那现在台南有公车 而且 请用你的手机下载台南公车的APP 这样子就知道说公车什么时候来 那我们后车停现在也都有时间 哦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后车停说 下班车几分钟以后会到 这样你就知道 所以你要 你可不可以再继续去吃一碗 什么 哇粿啦 还是牛肉汤的 还是说你要赶快来等车 所以其实这些观光路线 麻烦上我们交通局的网站上 我们有开发所谓公车轻旅行 有轻旅行 轻旅行 轻旅行就是不用搭行李 不用担 不一定要住在这里 但是搭着公车 你可用冰冻最适合 是 另外用区间车不用几个就够了 就够台南嘛 然后就换公车 然后如果像你往比较北 你就在星云站下车 或者甚至有可以做到像后币等等的火车站 那如果是在市区的部分 就在台南站下车 然后接公车 其实还蛮方便的 我们也鼓励大家用这种公共运输的方式来旅行 局长 你若是你自己想你的过年 你的想个人的私人景点 你告诉我什么你的私人景点 我甚至是说出来 如果是说出来就没有私人了 那这有代表性 台南有一些我很特别喜欢的地方 第一个还是台南的巷弄 我通常都是窝在一个巷弄 巷弄 就是窝在那里窝蛮久的 那另外就是 现在是因为有 刚才有说有双春滨海 要不然其实四草的红树林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去体验过 就是做竹筏 开进那个四草的红树林隧道 我觉得那里也是一个超级梦幻的景点 那里是非常 非常就是如果没有看过原来红树林 可以有这么美的听众朋友 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 那另外就是 我就说我每年一定会去 而且去不止一次的 其实就是越境港 因为那里其实很大 越境港 越境港真的是非常的美 尤其是入夜以后 更漂亮更热闹 就是你其实大概很 适合进去的时间是下午 下午 然后留下来吃晚餐 然后看那个灯光秀 因为我们整个越境港都有 不同的灯光演出的设计 然后整个区域范围很大 所以从任何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空间 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演出 那那个部分真的是 大概全台湾没有一个灯节 是这样过的 真的是我们非常有气质 非常有文化气质的一个展演的景点 听说今年的越境港 规模最大 对 尚未了 是 等数都最大 对 现在 今年的主题是 盐水夜宴 就是可以想象那种夜宴图 就是晚上请客的意思 所以整个河流的区域 湖面的区域 大概都布置这个是各样的灯景 而且像我们也有 大概有像百花记 什么 其实像虽然你来越境港登记 你不会只有看到越境港 包括周边我们整个都是花海 所以你进入盐水的时候 就会欣赏到非常漂亮 马路的两边就全部都是各种的花海 好像有像日葵跟波斯菊 大片的花海 然后进来也会有灯光 然后在那些老爷像 对不起 王爷像 亦银像 八角楼 这些古籍里面 我们都有布置很惊喜的秘密景点 我看喔 如果不告诉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 会不会发现 我们在这些盐水的巷弄里布置了什么 这样喔 它不是登记 它是另外的事情 有另外有导物的 有秘密景点 真的有秘密景点 大家去看到的人都很惊讶 因为我们都一直讲 越境港登记 大家没想到说 原来我们在老街里面 也做了一些造景跟布置 所以一定要去到老街 就对了 一定要去 既然来到我们盐水 有没有想到要看那个灯光什么 灯光也有点 但是巷弄里面绕绕 会让你有惊喜 这样喔 巷弄喔 是 台南的特色真的是巷弄 我就说看到台南的巷弄 不用怕 就走进去 不要怕迷路 只有不怕迷路 才可以看到好风景 唉呦 这句话太好 不怕迷路 才会找到好风景 是 我过去去 注意是不是 我当时在台湾 你找什么 我每天回家 我每天回家 老街 我每天回家 主观说 你怎么这么晚回家 我都找一个地方 写完稿 就在那边睡觉 这么幸福 我也是找一个巷弄 不然就找一个古迹 就趴在那裡 就在那裡 做我给你的梦想 所以我这台南的味道 就算是吃一个粽子 都有味道 我们连那种榕树下的种植也是不一样 都跟别人不一样 都跟别人不一样 对啊 也有气质 所以喔 旧厅你在这里 你一定 台南的观光 用得很有品味 但是自己啦 自己有自己的品味 有自己的文化历史的味道 我们是文化首都 文化首都当然也要有气质 那我们就用海洋首都不一样 海洋首都不一样 不一样 我还是教他这个文化首都 不要这样说 高首都没有 你起来跑 我高雄人 学生不一样 我一直在那里 我高雄人 但是我是台南人 在那里 一天 在台南 注意喔 我明报下一次 明报文化杂志 专访赖清德 我专访的 市長跟他说 我在问他说 你也不是台南人 谁说我不是 我是万里小孩 台湾小孩 但是我台南人 是 来台南都会 都会变成台南人 是啊 所以这个台南的氛围 实在很特别 我们过年期间 一定要来台南 如果过来台南 最后我说的 坐飞车 坐飞车 坐公车 坐公车 轻轮池 到安平也可以骑车车 对喔 安平骑车车 对对对 安平骑车车 这个氛围也很好 是说 那天也有看到 现在有杜伦的旅游 哦 从新达港开来安平港 那今年过年 应该有 每个礼拜六日都有 六日都有 只有六日 但是每个礼拜六日有 假日 最近春节 我没有听他说的 因为那都是从高雄开大 高雄啊 如果搭那个直接就是可以在安平玩 因为他就直接停在安平港 所以你就可以下来吃安平的一些海产 那跟安平的老街上逛 那安平的有名跟好玩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台湾第一城 台湾王城就是安平 所以那也是非常受游客欢迎的地方 哦 那实在太热门了 是 安平就热门 听到我们局长给我们透露 说这个私房景点就在巷弄 嗯哼 欸巷弄这么多条 你没有推荐一条两条 嗯 一个啦 如果去月经港 就去盐水里面的 就是说易银巷 易银巷 一二三次的一 银 银色的银 银空银 银包银的银 然后王爷像 在盐水的话 那如果在台南市区的话 中西区 跟各位说中西区 大概不管哪条巷子都很值得走 不过你可以以明泉东路为核心 明泉东路整个就是一条 明泉东路 一条老街 那明泉东路延伸出去的这些巷弄 明泉东路到中正路 这周边大概都是台南的老区 那巷弄里面其实都非常的丰富 有特色 那那些店不要看它小小的不起眼 有的时候看起来搞不太清楚是人的住家还是店面 其实那里面都大概都有人在经营 它都特别有味道 所以 听众朋友 王局长 给我们代表的就是说 要叫我们来台南 找这些巷弄就对了 是 过年行春走巷弄 是 这是 没有的经验 只有台南有 甚至这样一刻 因为不早就没人生过 不早就没人生过 不早就没人生过 要叫人去找巷弄 还有神龙街 还有神龙街 神龙街 神龙街有展灯笼 古时候的灯笼不是现在那种灯笼 是古时候手工灯笼 用手做的纸就是纸雕做的 非常的美 神龙街 一样 白天来的时候有很多好玩的跟热闹 因为整个海岸路都非常的热闹 但是晚上的时候神龙街特别有气氛 那里就有灯笼 有一些手工的 然后也有一些文史工作者进驻 所以那里也是一个晚上非常适合去散步 去欣赏的景点 而且可以顺便在海岸路上吃烧烤 然后海岸路上也很多年轻人聚集 所以那也是一个我们的热门的区域 所以这样一天就算不了了 一天算不了了 你最好每天都来 农历春节六天 安排四五天都在台南 这样最好啊 其实那算起来没了嘛 七天车才几十块 是啊 到台南就都在坐公车 而且台南跟高雄就是很不一样 可能两天在高雄走走啊 三天来台南走走啊 啊对啊 听到说 我们高雄的这个王国柴 这个王国柴 董事长特别跟我说 一卡通也会通 哦对对对 一卡通台南 高雄都会通 对啊 所以他叫我直接说 公车也可以说 一卡通也会通 所以拿一个一卡通 就来台南这个 对 一卡通也会通 高雄也会来 不是 这王国柴很大 他跟我说 我们台南也可以用一卡通 说一卡通喔 要打败悠悠卡喔 看过年喔 哈哈哈哈 欢迎大家来用一卡通 是啊 啊这个局长 你来台南多久啊 呃 交通喔 你跟台南这个巷弄喔 嗯 跟这个公车的路线 嗯 不说很複雜啦 来这一般的油客都看有啦 嘿 现在是很简单的啦 其实 现在就是 呃 我们有六大干线 七十四条直线 啊我们的公车用颜色区分 所以很简单的 那你如果不清楚喔 一下台南 下载ABB 对 或者是你进台南火车呢 就找我们的旅服中心 在全台南主要的景点 都有我们的旅客服务中心 你就看一个A有没有 哦 一个A就是我们 管理局的旅服中心 就去问他 你要去哪里 要坐什么车 要坐什么公车 他就跟你说 对 所以如果你信你从 火车站进来啦 高铁站进来啦 甚至是 台南航站进来 飞机进来 都可以 里面都有我们的旅服景点 或者去安平区 也有安平区的旅服景点 大概都有 都有